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吁基隆市民10月13号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我们在全国里面所有的县市长 只要是国民党籍的一定都会站出来挺谢国良 那谢国良呢我想从几次的一个法院的一个这样的判决 已经可以说是证明了谢国良是为我们基隆的市民 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市民的财产 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特别从南投来 那也谢谢我们体育界的各位好朋友 帮我们一起号召站出来支持谢国良 在我上任的三天 这点我比你口名啊 苏拉县长我跟你报告 你知道我们是共同11月26号晚上一起当选 感谢我的选业 可是重要的电视台在11月29号 在国良卸票的时候 就已经在报道了 有网友要来罢免卸国良了 请问各位体育长辈们 你们说这样公平吗 公平 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让国良跟国民党的团队 继续为大家来做 市场要说好不好 好 最后我们一定会把体育 他做生意的基隆市城市最重要的特色 恢复体育班体育社团 加强体育长板建设 第一次申办SEL篮球队 让我们一起努定 让体育在基隆发光发亮 一个瓶进几次 我到现在七十岁 从小到现在就没有看到这种乱象 我们大家都来听我们 市长谢国良 还罢免 因为说实在我很少跳出来 可是真的看这个上 这样子乱象不好 我们还是要 把这事情赶快过 让我们这个上平静安静 体育会理事长郑颖周强调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相当重视体育人才训练 并透过赛事活动 带动基隆经济发展 感谢市长的大力支持 全国健走活动 9月7号将在基隆举办 带动基隆的餐饮住宿商机 我们目前有180几台的游规车来 基隆的饭店餐厅礼色都满了 所有的餐点或什么消费啊 它的合销都要在基隆的商家才可以 比如说你台北市来 新北市来 你的便当也要在基隆叫 这对基隆的餐厅 换店我们已经包了几家换店都不够了 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 为我们谢市长加油 谢谢大家 在活动现场 民众热情的汉市长谢国良 跟南投县长许淑华一起拍照留念 为市长加油打气 展现团结气势 支持群众也互相提醒 10月13号要出门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丁克宇 基隆报导 我跟大家失败先捞面 然后这个捞上面 自己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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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多少就可以做 来来来来来 基隆女儿台中市长卢秀燕 如数家珍的说明小吃的正确吃法 为什么她会这么怀念中山区的汕头牛肉面 因为她小时候就在这个地区长大 就读先动国小 所以这是她童年的记忆 最怀念的故乡美味 这个就是我要吃的牛肉面 她们的面不一样 是特制的 也不是乌龙面 她就特制的 从小的面就少吃了 可以去看这边 看这种海上 先等一下 他们家每一样都超好吃 如果可以的话我待会打包 可以吗 好想念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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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啥可以吗 当然可以 吃弟弟 跟他讲话 这个最好吃 吃牛肉的人 这个人气的 这个最好吃 对我们其实今天是陪 基隆的女儿卢市长 然后回来她的娘家基隆 主要除了是挺我们谢国良市长以外 还有她带我们来吃基隆的美食 其实基隆就是可以这么快乐嘛 吃喝玩乐观光 我就不知道说 为什么不可以安居乐业 然后好好让谢市长 然后做好这四年 这八年 所以我希望说 不管是基隆市民也好 或霸梁团体也好 你们可以再思考一下 就是基隆人需要的 真的是不断的政治操作吗 还是像这样子 就是好好要贵心话 然后好好地赚钱 这次除了台中市长卢秀燕 还有南投县长许淑华 连江县长王忠明 台北市议员尤淑慧 跟立委林佩祥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 宋伟丽 何淑萍 蔡旺莲 林恩典 都共同合体力挺谢国良 因为我看到国良这段时间 我们给主体受到围困 因为国良做市长 他要收贡人 收贡人人的资产 因此他看消息时 有发觉说 贡人的资产 既然没有定义在贡人市政府里面 因此他积极地要求 一定要收回 定义在贡人市政府 这样可能有的人不高兴 去带到有的人的地方 所以有的人就是要修理 其实我今天要跟国良说 我全天回来 我跟国良说 对的事情要坚持 这是贡人人的公善 这是贡人人的资产 当然要定义 市政府 这样才是道理 所以国良在做的事情是健康的事情 但一定要给自己 我们基隆市 目前民众反对罢免 不同意罢免的 绝对是占多数 但在这个人口里面 我打一个比例 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目前是了解到 一定要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大概还有三成的民众 其实是不了解 也不知道要出来投这一票 另外有两成民众 很可能他知道他反对罢免 但是他还没有动力 出来投这一票 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期间 包括今天姐姐 回到基隆来 就是要跟我们 基隆的民众喊话 如果不出来投票 那么国良也很可能 就会被罢免成功 因为现在的选举罢免制度 过到百分之二十五 我认为对方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票数 但是重点是 我们有着更多的民众 但是却需要一定要 站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所以未来几周 我们仍然会如履薄冰 非常的一步一脚印 要来跟更多的市民朋友 来宣传 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的这一票 谢谢 来力挺谢国良的三位 县市长跟市民呼吁 一个市长做得好不好 应该用四年来考验 而不是做了一年多 就来评断他的施政表现 所以呼吁基隆选民 支持谢国良市长 一定要在10月13号 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丁克宇 基隆报导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一开始特别以他过去 在高雄的经验做分享 如果没有积极的反罢免 就一定会后悔 我要拜托所有的基隆的乡金 出来投不同意的票 不然的话 往后会跟我以前的一样 有很多市民到现在才在后悔 这个世上没有后悔的这一个药 所以在这里跟所有乡亲去分享 这次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与基隆女儿立法委员王洪威 一起跟着基隆市长谢国良 立委林佩祥 沿着一一路跟一二路的街区 了解齐楼整坪的状况 许多店家老板都觉得整坪之后 对于看医生的亲子朋友 以及轮椅族都非常方便 比以前好很多 你现在有点好吗 加油加油 已经改善很多了 对啊 不以前是什么 你的厚餐厚家 对啊 不方便了 哦啊 最近 一些轮椅的现在这样很好的 哦 还有轮椅的吗 还有轮椅的吗 轮椅的啊 没有那个观众家的很危险嘛 对对对 跳跳跳 来这个协助国良 针对于这个 席楼整坪 还有城市彩绘 啊 这两方面 对我们市政重要的议题 来给我们很多指导 啊 过去大家看到的这片空地 就是在0403 这个地震当中 啊 被判定成围楼 然后倒塌的这个地点 那我们在24小时迅速拆除后 那现在就把它做一个彩绘 因为这条路 是那个 往基隆塔 必经之路 啊 那边有一个 东山市的好石城 也是现在观光客 相当喜欢来的地方 啊 我们现在在中一路 就是面基隆港这一排 包括明德大楼 包括林开俊洋房 我们现在都要做一些美画 或者是有些彩绘 所以今天很高兴 来基隆 尤其刚才看到 这个0403 发生地震 拆除完了以后 做这么漂亮的彩绘 也是一种拉皮 那原则上 齐楼整平 包括路平 说实在都是 人民最需要的 所以 我一直认为 國粮市长 说实在 在工程上面 都是一个相当认真的 一个市长 那我觉得 国粮市长 真的过去 他都是埋头苦干的 在建设基隆 在这个做市政 那么也趁这个 这次的机会 让大家知道 国粮市长 是多么的认真 多么的努力 想要改变基隆 所以我们也希望让 所有基隆的乡亲 跟基隆的市民知道 除了基隆 会变得更美之外 看到很多彩绘 很多的美化 那么更重要的是 在我们的硬建设的部分 国粮市长 是绝对 他是有他的魄力 跟他的这个决心 那国粮一上任 就讲一句话说 如果好做 不会轮到我来做 所以就拼了命的去 想去说把这个 一个不是只有 我们现在在的市中心而已 还有其他地方 那很高兴跟大家报告说 有关基金一二路 就是我本来的选区安乐区 我们已经顺利争取到 由中央补助六千 市政府出两千 总共八千万预算 来针对基金一二路 做整个人行道 跟齐楼的铺制 希望说我们能够给 做出一个所谓 真正的行人平权 不是只有给一般的人走 而是我们看到一些 婴儿车的 身障者 我们可以给他更舒服 更公平的一条路去走 除了关心都市景观彩绘 与陆瓶专案 也针对城市经济发展 进行讨论分享 李四川副市长点出 基隆的特色是 游轮产业 对于在地的就业机会 应该会有正面帮助 到游轮进来 如果是五千个尼克 大概他要进后的时候 只有租最起码要买一百三十条 那一些食品上面的那种东方 是相当大的 所以这一块 其实是可以去发展方向的 这一个方向 因为现在很多人去搭游轮 尤其是很行的 连我太太都去做了以后 而媒体方面也很关心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是否参选新北市长 李四川表示时间还很久没有正面回应 而谢国梁市长表示 他举双手双脚赞成非常支持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 爱新冰箱的发放日 议员郑文亭服务处门口 摆满了要发送的爱新物资 这项持续多年的爱新行动 获得各界支持响应 包括基隆佛光禅寺 主持试员凯法师 代表捐赠普度物资120包白米 来加入爱新冰箱的行动 还有两家便当店 也透过议员服务处媒合一起做爱新 很多这个公庙寺院都知道 我们每个礼拜有在做爱新冰箱 那所以分分都会提供我们一些物资给我们 那今天非常开心 就是由我们佛光禅院的师傅 他赞助我们普度的这一个白米120包 爱新的这一个活动 我们在今年感受到 我们来自基隆各界的好朋友的一个正循环 今年我们特别有两个便当店 包括玉品仙便当店 以及上好味便当店 他们每个月有一天会固定的来提供爱新便当 那由我们来担任一个中间的媒介 为什么 因为这些爱新的支持者 他们特别跟我强调 我们的便当我不要这样子民众来你的服务处领了就走 他希望更具体的把这份爱新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所以我们在接到这一项任务的时候 就先找慈善团体来媒合 所以每一次我们必须派人到便当店领个便当 再把这些便当分送到各个慈善团体去 那总之这样的一个善的循环 需要大家一起来互持 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 有想要做爱新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做爱新 市议员郑文婷说 推动爱新冰箱以来 获得许多单位与善心人士 一起加入爱新助人的行动 相信这将成为一股善的循环力量 让社会充满爱与温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喂 苏喜啊 你怎么还没到吗 我们三缺一了 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啊 引法据点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个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达苏喜 他们可以学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方的研讨会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有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市長 你被擋住了 好 我來把它翻開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有一個 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滋生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他們從中國來 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 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 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 台灣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 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我是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寶石在哪裡啊 原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 將用鏡頭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安樂區基金一路路段 已經有自癌水公司一區處人員 開始挖掘探勘路面下的情況 準備汰換已經有40多年歷史的 老舊自癌水管更換新的 口徑更大的自癌水管線 來滿足對安樂區大五輪地區 現有3萬人口的供水需求 因為基金一二路這段路面下的 老舊自癌水管經常抱管 影響正常供水 立委林沛祥特地向中央 爭取4000萬元的經費 並且邀集市議員鄭凱琳 自癌水公司一區處人員 和市政府公務處以及安樂區長 當地里長等人聽取施工簡報 預定從8月底開始 汰換這個區域雙向400公尺長的 老舊自癌水管 預估明年中旬會全部完工 讓這個區域大約2000多戶住戶的自癌水公水 會更穩定 安樂區大五輪地帶 其實當初在都市規劃設計的時候 我絕對沒有想到有一天 這邊會有三萬個安樂區的居民居住在這邊 所以說我們這個水管爆掉的事情 從2021年跨年那一天我就開始看 那中間我自己本人也在這邊看了三次 三次以上這個水管爆掉 然後我們要趕快修遞一下水管的事情 那既然說現在已經到三萬人 那我們每天他們每天的生活用水 都是用本來四十幾年前 可能那時候都市計畫不到9000人的水管 去打上去硬壓上去的話 這水管破舊了 而且水壓也未免太大 所以這次沛翔特地滿幸運的 可以保留預算 爭取到將近兩段工程 將近四千萬或四千萬以上 來去做這個我們安樂區大五輪 基金一路的地下水管的整個泰喚的工程 那因為這個泰喚工程 尤其是我們看到基金一路 車流量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我也要特地 我特地欠請我的前同事 我的好朋友這卡林正義做 一起中央地方一起聯手 務必要說在明年中旬的時候 能夠順利的把這整個基金一路 基金一路的我們最常看到 漏水的這些水管 一次把它汰換完 讓我們安樂區大五輪三萬以上的居民 能夠順利的好好的用水 不會怕說有天忽然停水 然後或者水管爆掉之苦 真的很感謝我們沛翔委員 這麼努力的來爭取 把這個經費能夠保留下來 放在我們大五輪地區 來整建我們的水管的一個工程 在這邊我們也希望說 交為計畫的部分 能夠趕快的 盡速的能夠完成 讓我們這邊的一些 一些水管的工程 能夠盡速的改進 而且因為剛才委員也有講到說 這邊直接到了明年年中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整條路線 從我們這個112巷口 一直到我們的北京華夏 這整段的所有的水管 都能夠施工完成 汰換完成 在這一段期間 當然我們交通的部分 一定會非常的課難 麻煩 所以也希望說各位 經過此路段的所有的好朋友 也要注意 立委林佩祥和市議員鄭凱琳 也要求水公司務必和市政府配合 一起做好施工期間的交通維護管理措施 避開上下班尖峰時間進行施工 把對交通的影響降到最低 也盡力依照騎乘完成新的自來水管的鋪設工作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充滿熱力和爆發力的2024陽明海運主辦的跨聯盟籃球邀請賽 將從8月24號到8月31號之間 在基隆勢力體育館登場開打 總共有包括TPBL聯隊 SBL台灣啤酒 台灣銀行亞大藍代表隊 彰化博莉莉 U22菁英潛力培訓隊 以及菲律賓大學和曼谷大學兩支外隊等八支球隊參賽 我第一次拜訪孔議長的時候 到他的一個辦公室有發現 他最主要的工作應該就是NBA的球員 還有棒球的球員都放到他的展覽裡面 他沒有介紹市政他是介紹這些的球員 而且代表說他真的很熱愛運動 包含他對所有的籃球棒球的球星 如數加征 那也是藉由同運長的關係 讓我們陽明台運這次能夠冠名贊助 讓我們賽事能夠更加的有充裕的 能力跟經費可以邀請到 今年有兩個外隊來到我們台灣 然後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除了我們SBO的三支禁羽外 包含了亞大藍的代表隊 還有我們包含二歲期以下的培訓的隊伍 這項邀請賽完全免費開放民眾入場觀賽 協辦單位基隆市議會議長同梓委呼籲 喜歡籃球運動的好朋友們 踴躍入場觀賞好球賽 也為所有選手們加油打氣 那非常謝謝我們謝謝議長 謝謝我們藍協的所有工作人員 大力來支持我們基隆籃球運動活動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也非常特別 包吏我們邀請賽第三季第三次 那我們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最近的奧運 然後我們非常羨慕這個日本隊 真的有這個機會站上奧運的舞台 也希望我們台灣有朝一日有機會 可以站上這樣的國際舞台 所以藍協來舉辦這樣的活動 讓我們更多的年輕球員 可以投入更強度的一個比賽 讓這次也邀請了曼谷跟菲律賓大學 來台灣來跟大家做一個交流 我想在未來一定對我們的籃球運動 相當的幫助 這場邀請賽也將是台灣藍彈協秀 大顯身手的最好舞台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被掏空以及流失地基的孔洞 有些地方已經比一個成年人的拳頭還要大 比手臂還要長 這裡是七滷區馬南里大城街 24號住戶前面 緊鄰馬林坑溪的地面情況 危及當地住戶和登山客的安全 因為這條路也是通往馬林地景 石石山的重要登山通道 我想日前我更會接到我們大城街 20 22 24 祝福代表的環營 這邊裡面道路是屬於公有地 還有掏空 甚至歸裂 會影響到這邊新人的安全 尤其這邊的話也很多的 因為旁邊就是石石山的一個登山 登山步道 那入京的人平常假日的也很多 那為了安全起見的話 耿惠在這邊也呼籲我們市政府相關單位 要盡速來這邊現勘 以尋求解決方案 以便這邊呢 維護這邊出土的安全 尤其這邊的住戶 市議員張耿惠接到住戶 陳情後特地到現場關心 呼籲市政府相關單位 要重視這個問題 儘速改善 務必維護住戶和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法体验基隆的味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